媒體很常看圖說故事 這個我們必須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這個媒體大家的切入角度不一樣 我們也必須負點社會責任 剛剛我是不是有說 在那個一番拉扯之下 就林盛東他想要往後走的時候 林長左部有回頭拉了他一下 兩個人互相拉扯狀況下 如果單看來看我手機下這張照片 單看這張照片的話 你會怎麼想看哪一集 這一集嘛 來看單看這張照片 我們再拉近一點點 你會不會覺得 兩個人看起來好像 要和好了對不對 這林長左跟他兩個人有說有笑 互相很堅定的抓著 如果你是透過平面媒體 沒有多加把診斷 放出來的話單看這張照片 你也許真的認為 兩個人和好了 世紀大和解 配上這個標題也合理 楊明哥就媒體的操作角度 您剛看到了 其實事實上是那樣的 這成敗喔如果只看照片 還真的可以單靠一張照片 如果今天昨天這個局啊 是林盛東終於跟林長左站在一起 合照了 你認為對這場 戰役 有沒有加分作用 昨天會選擇在這個宮廟就是 就是想要這樣子嗎 對啊 而且老實說 你搬出副總統來喔 你覺得林盛東會長他會不去嗎 他是這個廟的副主委啊 那 在宗教的場合喔 不管你是哪一個政黨來 都可以來 都要去 對 而且 看得出來喔 林盛東會長他對 賴清德是 比較挺的 看得出來 就是說他最後 寧可喊副總統讚嘛 他本來也想過去跟他合照 對 沒錯所以他對賴清德 這個人是有好感的 但是也許過去他曾經支持過林長左 這是林長左自己說的 他說過去 他選立委說 那個 對他也是他挺他的喔 可是 在這一次就是說去年 這個7月的這個 華南市場事件裡面 這個 這場畫面 這整個的 過程 當時在透過媒體不斷的播送喔 你覺得這位會長未來看到林長左 他不好說他支持或不支持 為什麼 因為他是知識會長 林長左還是現任的立委 目前都還是 他終究是商人嗎 應該說 我說林盛東嘛 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我還是得要拜託立委 中央的事情 地方的他可以拜託市政府 但是中央的一些狀況 比如說 在這種市場 很多 限制到 全台灣的 比如說 因為據說他是賣雞肉的 你牽扯到比如說 農牧 序木 當然農委會 會有很重要的 角色啊 那農委會 是誰管的 當然是中央啊 所以 只有林長左可以當這個橋梁的時候 如果今天他找 柯文哲市府 沒有人理他 那他能怎麼辦 所以他有他的 我跟你講 這些 小老百姓都有他的不得已 但是 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有沒有講過一句 我支持林長左 大家不要去罷免他 沒有 目前我是沒有聽到 他沒有講得那麼明白啦 但是呢 所以 我認為 這個事情我們就把它當作 是一個 過場 但是老實說 這個合體 就像剛剛 沛軒 秀出這個照片 對 某種程度會讓 所謂的 比較 就像你講的 很多民眾看 喔原來 林盛東會長 已經原諒 林長左 如果你有稍微翻了一下 那個你可以上網 大家現在去搜尋一下 這個報導 你如果打林盛東 林長左 其實大部分的標題你看不出來昨天這麼尷尬 沒錯 所以 我覺得一方面就是 照片會說話 其實就像彪哥這張照片 昨天就那個 麻醉醫師是不是 就直接拿著這張照片說 你看沒有點滴 根本是什麼造假什麼的 很抱歉 那個 主治醫師有出來說 他說 這是他 剛到 急診室 正在那邊先休息 我們醫護人員 隨後就拿過來用了 對 所以你連這個時間訊 你都不先查證 你只看照片 很容易 就會被誤導 我們 那個新聞學有一個 很有名的 那個 那個就是說 當我們今天只是 定咖 比如說我們今天只拍 沛軒跟這個螢幕 你就不會知道 現場有我 有保證 有 有 敬品 我們都不講話你們不會知道真相 所以你要如何用一個超廣角的角度 去看到事情的全貌 理論上是我們媒體人的責任 所以比如說像剛剛 靳平哥 即便他現在是國民黨的 議員 他也是還原整起 比如說剛剛彪哥住院的真相 因為他是媒體人出身 我覺得我們有一個責任 其實昨天 昨天我有跟那個林傳媒的總編 我也有聯絡他 我也是詢問說到底怎麼回事 他接很多人電話 小晶哥也有打給他 沒錯沒錯 因為 因為大家都想知道 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 查證是媒體 一定要的責任 好 比如說像今天 可以宣說今天其實 中間都還有去詢問 林會長 對 我覺得這個都是 必要 這是媒體必要的 你如果今天只是用昨天的畫面 就去說 他們已經沒事了 怎麼樣 那某種程度 你就成為了工具 媒體就成為了 特定的政治力量 去影響的工具 那你說 老實說 我是不看好林昌佐的罷免案會過 為什麼 因為在台北 我認為在台北這個 憤怒的程度 因為在特別是在去年的疫情過了之後 這整個憤怒特別是在柯文哲市長 其實除了林昌東會長之外 那一場的 關鍵的那個場面 嗆聲的場面 還有一個關鍵人物叫柯文哲市長 柯文哲市長在這一次的罷免裡面 是沒有角色 所以老實說我不看好 因為我認為藍營 要把這個所謂的 動員能量 衝破這個58756票的 門檻 我認為是有難度的 所以 這一場當然一樣可以觀察 就是說如果 如果明天連這個罷免案都過關 那老實說我覺得藍營 就那個士氣會大震 因為 看起來是一個沒有 沒有組織沒有系統在操作 有一種多頭馬車 很多個團體在做 可是看起來沒有一個 統一的 統整的個性 那就是民怨了 對 如果今天明天的這個罷免 臨場組真的過 那就叫民怨 而這個民怨能夠 能夠發揮到這樣的門檻 很不容易 因為它是一個獨立舉辦的選舉 對所以 明天我講了兩個 罷免也好 補選也好 關鍵 關鍵都是 中二先看 仔細看 那殺戮跟龍井兩個地區 然後其實剛剛我稍微看了一下 剛剛的最新的那個 疫情的狀況 陳時中部長下午公佈了兩個本土病例 確診 那就有媒體問他說 是在QA的時候問說 啊早上傳出 桃園機場有 兩個 是快篩陽性 其中一個還是負責推手推車的 對 那推手推車就會有一個狀況 他碰過很多手推車 那在機場就會變成一個 感染源 所以這個風險要特別注意 那結果 陳時中部長是被問到 才證實說 對快篩是陽性 但還要進一步做PCR的檢測 他說結果還沒出來 好 所以 有可能會校正回歸了 就是 疫情就是這樣 一定是用最保守的方式先處理 這就是我們節目一開始我們講的 就是說 大家都不希望影響 明天的投票率 尤其 可是你說手推車真的很可怕 你不是說只是他個人還推過多少 是那個手推車還有多少人也握過 是 我說重點就在這邊 如果他確診 因為他還沒有確定確診 我說如果確診 有推手推 那等於你整個機場都要 都要做大型的這個篩檢了 那就變成整個機場變成一個 一個可能病毒傳播的一個場域 所以這個才是我們接下來要關心的 建比哥另外一個在這一次的這個萬華地區 也值得看了一個人叫宮廟姐 宮廟姐其實中天當時找到他的時候有點訝異 看他這個氣靠 對不對 你不知道他其實對於現在民進黨他有多麼的不滿 他更不滿的還有他在地立委林長佐 我們先來看看當時 宮廟姐曾經講過的話 我再告訴你現在的宮廟姐怎麼了 那個時候拜拜的時候 那就請林長佐發個願 林長佐也說 我如果當選我會好好的愛惜萬華人 好好的建設萬華 然後那時候 快樂姐就講說 那發個願當然要還願 還願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我們因為我們這邊是屬於我們的管理室 這是我們 侍奉的那個李五千歲 當時是建商 留下來的神明 在這裡已經40年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我們是不接受任何捐款 還有任何的 什麼什麼樣的貢獻我們都不願意 那時候我只是跟他講說 林長佐你如果當選喔 你買一蘭水果來拜拜 給神明答謝 然後這些水果拜完之後我會拿去給住戶鄰居分享大家吃平安 那時候他也答應好 結果好了林長佐真的當選了 結果 那個水果 根本都沒來 那時候我自己也想說算了啦 我們也不是在意這個 如果你自己要騙神明那是你的事情 是有一天經過的差不多十幾天 有人打電話問我說林長佐有沒有拿水果來拜拜 我說沒有 他說怎麼可以這樣子 怎麼當選了就忘記了 騙神明啊 我跑去跟他講 那時候我就想我那時候也不會很在意這事情 結果 沒多久 助理就拿水果來拜拜 但是林長佐本人沒來 你剛看到的是這個宮廟節 我先給大家先插播看一下周玉寇在今天 他去了白沙屯 拱天宮 他在這 參拜 旁邊一旁我看起來這是 他說是這個感謝主委侯文華以及管委會委員陪頭 這畫面我可能中二選區的 觀眾朋友又有點疑惑了 明天是不是又要找 周玉寇的頭像要蓋下去了 他剛剛還去那個 顏寬恆的競選總部 到處簽名嘛 他到處簽名 這也是有圖片 他自己也PO了 到處簽名 對 然後呢他說他邀請 顏清彪他們來上節目 顏寬恆跟顏清彪來上節目 其實這到處簽名的行為蠻惡 不好意思說不好說 不應該這樣講的 下次鎖定我了 靖米哥 看到宮廟節 他當時是這樣罵的 騙神明都敢做 我不知道他其實講的是這個 可能講的也是那個 他現在最近其實就包含同一位 我們剛剛聯絡的林盛東的記者 原本明天想跟他約個直播 結果呢 說不好意思 因為他的爸爸跟他講 街坊鄰居叫他不要再開口了 最近這個聲量太多了 不要再說了啦 賣共啊 所以他被封口 明天沒有辦法出來 也沒辦法跟大家分享 他的最新的看法 靖米哥最後的兩分鐘時間 我全部都給你 不管是 台灣的疫情 以及你怎麼看 現在這一些也不好再反 但是他內心其實還是充滿很多憤恨補憑 你看被封口的壓力有多大 大到宮廟節他都沒有辦法再把 最近以來的一個心情 還有在這件事情他跟大家爆料之後 他所碰到的這個待遇是遭遇是什麼 跟大家講完全不敢 而且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你看這就是被封口的壓力 這是一種無形的在這個民進黨 然後利用各種的管道和方面這個勢力 然後去影響 連這樣一個宮廟節我剛剛講話 聽他講話我覺得蠻蠻純真的 就是覺得就是很 也很直就跟剛剛寶貞講到 那個林勝東會長一樣 就是很一般的民眾就是說 希望把他碰到的事情 原原本本 不會加油添出的就告訴大家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 有任何忠祐 根本來醞